背景更嚴重 我想桃子好像是胃泉龍蜜 就是 對 都是 就是那時候 我們突然覺得說一切都完了 那會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主持辦 我們最擔心其實是裁判 裁判每一個人都去他家裡調查 他爸爸是什麼樣背景 他媽媽 他太太是什麼樣背景 OK的 你願不願意你的先生從事這個運動 那有一個就是有一個裁判的太太 突然皺眉頭 童貞森先生就不用他了 他覺得沒有家庭的知識是有問題 裁判是會被收買的 但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球員會有問題 所以第一次我們出現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有去參加節目 也是call in 那時候時報音的文言選領隊 就是結束跟我講說 我覺得這個事情可能五年後 才會就是比較正悔 我那時候說 還要五年喔 這麼大的事情 不是一次就要解決了 就到了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還是重複 就是黑道更有組織了 對 而且我覺得 好像技術更高超了 韋豪有針對展元兄要問一個問題 對啊 因為我們球隊啊 就是跟今年不太一樣 因為今年遇到這樣子前途案之後 然後我們大家就是又想起那個傷痛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去年發生的實驗是在球技的過程中 可是今年是整個打完之後 他才爆發這件事 因為他怕會去影響裡面的狀況 可是去年我們爆發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還有去現場看 那個感覺 就是覺得到底真的假的 然後大家都一直笑你 然後我還是要去現場裡面看 那如果沒有去現場看的時候 聽在家裡的時候 聽展元大哥他去播報的時候 又很刺激 又很刺激 然後人家就會在旁邊冷嘲熱縫說 那都假的 那都假的 所以我們想說那個時候 過程中如果已經爆發了 那時候展元兄他的時候爆的時候 是以什麼樣的 就是會不會去影響到 當然會被影響到 因為我們自己的工作 還是要繼續做下去嘛 那還是有很多的球迷 在看我們的轉播 我們還是要對這些球迷負責 那我們只能夠搶言歡笑 你知道嗎 那種搶言歡笑 希望把這個球賽還是繼續在打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認真的球員 在裡面打球 那我們也希望把這個過程呢 能夠很精采的播報出去 給還相信這些認真球員的 這些球迷們 小心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錯 我想說主播跟洪大哥 就是我家裡的簽名球 我該怎麼擺 我家裡電視上最重要的位置 不是擺我們球隊的獎盃 我擺了一顆 上次跟朋友一起擠滿的兄弟 像全部的球員 發生的那一天 我想說我要翻哪一面 可以看不到射賭的球員在裡面 我翻了一整圈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角度可以 那我想說我如果拿下來 我該放在哪邊 那我如果放在電視上 將來我怎麼教育我的小朋友 這個球是榮耀換來的 阿美老師可以建議嗎 好煩喔 我建議啦 好煩喔 好煩喔 來徐坡 你上面有兄弟相對 全隊的簽名球對不對 你把你討厭的名字 用立刻板吐掉 他變成一顆心的耶 會不會最後射賭越來越多 最後整顆球變很空白了 我想不會 裡面還有很多很認真 很認真的球員 對 其實我私底下 也問過很多的球員 你說前面講說薪水低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當然是不行啊 那你覺得